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 编写package.json 大家最紧急的我们就要用这个express express主要是用来作为我们静态 就是一些静态资源的访问 还有 在加入root以后我们可以使用它进行一些路由 也就是我们请求的一些 接口就是igttp 然后ip 然后杠 比如说top 然后杠 paylist 就playlist 播放那边 等等 这里面就要使用的express 因为express少不了 好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package.json就加完了 大家注意主要其实最关键部分就是这个dependencies 还有一个script 我们要用的loadnpm start命令 这样的话就是 代替loadapp.js npm start npm start是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就要启动一个服务 一般 很多关于load旁边的管理都是使用 npm start 相当于loadapp.js 因为在后面你还可以执行更多内容 然后keyword 作者的作者 项目描述版本名称等等 有了这些内容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npm i 来去进行安装 scripten的一些 程序了 ok 好这里我们打开命令行窗口 我们进入 desktop 然后进入react music 大家注意啊进入server目标 不要进错了 我们执行npm 走一下看 好他正进行安装 那么他安装过程呢 说白了 他就是根据 我们的引用库 来把这些所对应的库装起来 ok安装没有问题 很快 我们所要引用的内容都装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server目标下多了一个loadmodules 就是我们所装的内容 好他 装这一包需要多长时间也记录下来了 ok 那如果有些库的资源 比如说在 国外网站上大家 可以装一个科学上网器 以防止npmi 装不起来 如果说我们在pkgs里面加了一个新的库的话 我们使用npmi 重新装一下 如果说我们减少的库也可以使用npmi 再重新装一下 当然你装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叫做express 我们加一个刚刚save 刚刚save就是把你的express的内容 给 加入到pkgs里面去 如果你要移除也是npm uninstall 然后 比如express 然后刚刚save 这样的话就是 把express移除掉并且 把它从pkgs里面移除掉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把pkgs 编写完以后并且用npmi装完以后 那么我们 server端所依赖的库 我们就装起来了 我们可以点开给大家看一下 相当多 这个我们不用操心 我们使用pkgs的目的就是 我们可以使用npm 来去管理我们这些库 我们去移除它 添加它 都用它 你不可能手动去添加这些 太繁杂了 它可能有几十个到上百个 甚至到几百个 而且它们之间还有关系的 根本就理不清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要使用的npm的mini来去维护它 这也就是pkgs的意义所在 所以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一部分 这是我们项目里面所使用的库 OK 还有一个 小细节就是这个pkgs json-lock.json 我们 可以考虑把它删掉 就是说你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有问题的 可以考虑把它删掉 并不是必须的这个pkgs-lock.json 当然 如果没有问题你把它保留 这个里面主要就是它的一些依赖的库 不影响 我们如果重新装碰可以考虑把它删掉 那么我们可以手动在这里面再去加一个库 加完库以后了 我们使用 npm-i进行安装就可以 我们删除也是 我们从这里面删除掉以后 我们再从npm-i进行安装 所以说 至于这个维护你可以在pkgs里面去加 就是它的库 也可以在命令行里面去进行维护 这根据自己的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库呢就是作为 API缓存所使用的库 这个是biginget 这个是 express 这个是关于请求 就是我们要使用的API的request response OK 至于这个script的脚本的话 可以根据需要再加 比如说一般情况 我们可能会加一个build 你可以再加一个public 之类的 都可以的 那么 你所加的这个命令 都是自定义的 到时候可以使用npm 比如说叫build 就自行你想要的程序 一般在前端的话 我们可能会使用build 来进行 把它构建一下 打包一个 GS文件和itml文件进行发布 那么在server端的话 我们可能直接就使用start 来去启动这个服务了 就不需要打包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只需要一个start的命令 那至于执行test也是一样 就是可以使用test npm test 然后它会执行这些命令 OK 好 关于packager.json的 编写及hood安装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